誒?這自排的車 儀錶板 儀錶板的下面怎麼有出現這個 OVIO斜線D-OFF 查那個網路齁 知道那個是爬坡用的 爬坡用的齁 位置是在這個 位置是在這個 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自排車 自排車這個 推檔 推檔的這個按鈕 你看按下去 按下去了 就沒有那個燈了 現在要再按一次哦 燈就會亮 你看 已經把它按一下了 按一下燈就亮了 現在又要把它按一下 噢 燈就消失了 原來那個 就是跟這個 跟這個有關係啊 這個推檔的 就是這個換檔的把鎖 這個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不是這個哦 這個大的是手煞車 手煞車放下去要按的 這是自排的車 自排的車 爬坡用 爬坡 爬坡的時候就按那個 那個會耗油比較多哦 平常要把它關掉 不然會耗油比較多 自排車哦 自排車通常這個要換檔要 先踩煞車停下來以後再換 再按 比如說要倒退要按 按那個R啦 然後行進中通常都是用那個D啦 D啦 爬 爬 爬山 爬山用2或者是L啦 但是哦 爬山啊 你踩煞車 停下來可能就向下滑了嘛 向下滑了這很危險耶 所以不能 不能哦 這個 停了再換檔 要趕快 按這個 哦 趕快按這個按鈕 趕快按這個按鈕 你看 燈亮了 燈亮了 增加那個馬力哦 可以爬坡爬山坡 還不會滑下來 但是哦 平常 平 平地啊 開車的話要關掉 不然會耗油比較多 耗油